民眾在家最安心 衛福部統計一百零四年度 全人口失能人數有七十六萬人 而隨著人口老化一二零年度時 失能人口將達到一百二十萬人 為了因應失能人口增加 衛福部推動社區居家醫療照護網 希望藉由先進的軟硬體設備 還有專業團隊合作 提供社區中弱勢民眾 個別化到宅醫療服務 南投縣境內缺乏大型醫學中心 曾因家人生病 接受衛福部南投醫院居家安寧 療戶的家屬張小姐 認為團隊每星期的到宅醫療服務 免出了往返醫院的舟車勞頓 方向 然後知道怎麼去照顧他 目前衛福部所屬醫院整合資源 納入居家護理 居家安寧呼吸照護 社區藥室服務以及雲端系統服務 未來也籌劃讓大型醫學中心參與 希望讓民眾安心在地老化 記者是顧許家榮 臺北市採訪報導